來關注 北加州野火燃燒了13天 週二 當局宣布滅火工作取得顯著進展 已經有70%的火場得到了控制 部分強制撤離的居民從即日起可以返回家園 消防官員表示 截至週二 坎普野火的過火面積維持在15萬1千英亩 已有70%的火場得到控制 隨著搜尋工作的繼續 遇難者人數增加到了79人 當局告知2萬2千多火場周邊的撤離民眾 从即日起可以返回家園 上周 在大火最猛烈的時段 当局一度強制撤離了5萬2千多民眾 与坎普野火同時爆发的南加州烏尔西野火的 灭火工作也已接近尾聲 当局已控制了96%的火場 北加州野火的燕尘持续对弯曲天气造成影响 由于能见度低 週二上午 旧金山国际机场有上百架航班晚点近一个多小时 天气预报显示 从周三早间开始 北加州将迎接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强降雨 届时 空气质量将有所好转 不过 也为火场地区增加了泥石流等风险 特别是先后发生大型野火的沙斯塔县 雷克县和巴特县 预计本轮降雨将持续到周六 期间 海拔在6500英尺以上的地区将会降雪 当局提醒感恩节期间出行的民众 注意交通安全 新唐记者林肖然 旧金山报道 同学将� Над比赛 掌摹 按计划 非常期待